花後一碟生菜鋪到吐司上 再依序放上半罐鮪魚跟馬鈴薯泥 豪邁用料絲毫不手染 那時候我們有問過 外面煮好的很便宜 他們有加很多的沙拉 就會吃下來會很膩 就會濕濕的這樣 份量足夠的三明治 一份將近280公克 厚度直逼10公分 就算張大了嘴巴 也無法一口氣吃到全部配料 這份三明治一個30元 卻被不少顧客抱怨太貴了 讓老闆娘真的毫無奈 這個可能連對半都沒有 就是一半都沒有 因為如果單算成本 可能就要一半 可是你還有其他隱藏成本 跟其他早餐店三明治比一比 雖然價格比較便宜 大約賣15到25元間 但光是看份量 似乎稍微小了點 至於超商的烤雞三明治 雖然有菜又有肉 但重量只有111公克 不到30元三明治的一半 一份也要賣到49元 因為有些就是為了要節省成本 然後就把量縮小 但反而吃不飽 那你還要買兩份 那還不如買一份吃到飽就好了 景氣沙喜給拜拜 民眾消費只能插緊荷包 資助比較 但也連帶影響餐飲業者 該怎麼在利潤與食材上 做出取捨 記者楊格秀維 新北市報導 不足 ? ? 中文字幕——YK